学习如何运用咬字器官 吐气顺畅等技巧 放松嘴唇 感受口腔空间 最后来挑战绕口令 从一次一次练习中 让说话更加清晰流畅后 新一国小小主播们 精神抖擞上台体验播报 介绍学校特色 及游玩外现式景点的经验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新一国小607班冬雨涵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过年采买年货必去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们学校有一位独一无二的外师 想知道他的一些大小事吗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厉害的团体 基隆是新一国小矮豆合唱团 孩子们有备而来 主题内容提前准备好 展现媒体素养基地学校的成果 我们新一国小是 教育部合定的媒体素养基地学校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访 我们中家电视台 如何成为一个称职的主播呢 从这个语调的训练以及咬字清楚 还有一扬顿错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务实 而且一个是很棒的练习经验 有了实战经验 还要有强大的媒体式独立 中家宽品特别开发了线上游戏 你搞懂了没 设计八道是非题 题目内容包括了公民传播权 讯息停看听等概念 让孩子培养对真假讯息的辨识力与抵抗力 我们每个人都享有传播权利 可以自由地使用各种工具寻求 接受传递各种讯息 借此达到参与社会 实践自我的目的 请作答 我们媒体素养经济学校非常强调 就是媒体素养的一个这个辨识能力 那在我们媒体充斥的这个年代里面 小朋友如何经由这些多元 而且又非常丰富的这个媒体讯息当中 培养这个媒体试读的能力 是关乎到他如何适应现在未来的 跟未来的生活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这次参访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体验试作 谢谢我们中佳 以及我们媒体的一个电视台 给我们的这个很棒的体验学习机会 赞 提升学生对媒体的认识 更能启发他们对播报工作的兴趣 是宝贵的学习经验 未来校方将持续规划活动 培养孩子们的媒体素养 记者蔡小军丁克宇基隆报道